年齡減長讓你開始擔心自己老了嗎 各種鬆弛下垂紋路 你不知道該怎麼辦 今年37歲的我熱愛健身 我常在想 如果身體的肌肉可以透過訓練 讓它看起來更緊實 為什麼臉部不行 於是開啟了我的臉部運動之路 現在醫美盛行 大多數人都覺得老化的解放就是醫美 可是我們臉部的老化 遠遠不是你所想像的這麼單純 如果你愛美想要動靈 想要看起來比實際年齡還要年輕 請一定要看到最後 嗨大家好 我是熱愛健身 甚至透過臉部運動想要延緩老化的Ashley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健身有8年的時間 臉部運動也將近10年 有機會再讓你知道 我是怎麼樣在10年前踏入這個領域的 我還為此去考了證招 我想要更深入的去了解 這整個原理跟我可以如何做得更好 希望可以把我學到的分享給你 我發覺 親手女階段的女生 她們普遍對於自己的生活是更滿意的 她們更加的自信 更加的從容 更加的有智慧去解決問題 可是有一個硬傷 就是逐漸老化的外表 讓她們產生這種冒角率 人人都不可能不變老 人人也怕老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現在那些抗老的保養 跟醫美如此的盛行 但是要知道我們的老化 不單單只是你皮膚表面所產生的狀態 更多的是涉及更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 絕對不是說你皮鬆了 你去拉皮 凹陷長皺紋 你去填補 這麼的簡單 所以今天這集影片就會跟你分享 老化背後到底是怎麼樣多層次結構性的變化 讓我們一起看下去 影片的最後也會跟你分享我們要如何透過自然健康的方法來煙歡老化 首先我們先來講 臉部構造對於你外觀的影響 看一下這張圖 我們人臉是由多個層次組成的 骨骼骨膜 深層脂肪墊 肌肉層 筋膜層 淺層 脂肪層 真皮層 再到你的表層 這些構造我們由內而外去影響臉部外觀的 切角來說 你可以看到骨骼骨膜 它其實是維持我們臉型跟立體度 一個非常重要的工程 它就像是一個地基一樣 它去影響你臉部的形狀 再來生成脂肪墊 它可以維持我們臉部的弧度 立體度 就是像我們常看到的蘋果肌 再來肌肉跟筋膜 它可以讓我們產生表情 同時它也有固定軟組織的功能在 它可以讓我們的皮膚表面看起來緊實 再來就是表皮跟真皮 它裡面含有彈性蛋白跟膠原蛋白 可以讓我們的皮膚看起來光滑水潤 還有一個對顏面影響很大的是 結地組織 文獻中對於結地組織的描述差異盛大 我們可以就把它理解為韌帶 不過隨著年齡的增長 以上剛剛講的各個層次都會逐漸開始老化 我們先從表層開始說 表層是我們最容易保養的地方 也是我們最直觀的感覺到我們臉部變化的層次 表層分為我們的表皮跟我們的真皮 大概20歲左右 它逐漸開始老化的時候 你的真皮層的彈性蛋白跟膠原蛋白 它會逐漸的流失 所以會讓你的表面看起來好像不再這麼有彈性 開始鬆弛 那你皮膚的鎖水能力也會下降 所以導致你會乾燥 會毛孔粗大 出現細紋 甚至產生色斑的可能 不過我們要知道我們皮膚的厚度 平均只有2厘米 它非常的薄 所以其實真正影響我們整體臉部輪廓的改變 其實是在真皮層以下更深的層次 我相信你影片會看到這邊 你絕對可以了解 我們表皮保養的再怎麼細緻 再怎麼樣沒有毛孔 再怎麼樣的白淨 如果你的臉一旦開始鬆弛下垂 它還是藏不住年齡的 接著我們從最底層開始說 骨骼它也是會隨著時間老化退縮的 我們可以看這張圖 當你的年齡漸長的時候 我們的骨骼是會吸收的 它會往藍色箭頭的方向退縮 你看當我們的眼眶骨中間的槽變大的時候 就會產生所謂的眼眶凹陷 淚溝眼袋 眼皮下垂等等 你可以觀察到年輕人的眼眶 是比老年人的眼眶更小更窄的 我們的顴骨 還有我們的上和骨 也會隨著年齡退縮 它會讓我們產生法令紋 人中變長 鼻子變寬 變塌 下和骨的退縮 也會讓我們產生木偶紋 讓我們的下顎線模糊 下巴變短 雙下巴等等的問題 骨骼大約從25到30歲開始逐漸流失 再來我們的個層軟組織脂肪 肌肉筋膜 它也大概在25到30歲的時候 開始老化流失 有沒有想過 脂肪它也是會隨著年齡流失的 它會由年輕飽滿的臉 轉為凹陷的老態面容 這個時候呢 如果沒有健康強壯的韌帶 以及肌肉筋膜 去抓住你的軟組織 避心力就會將你的軟組織往下拉 所以導致你的臉部 鬆弛下垂 鬆弛下垂 嘴邊肉 剛剛有沒有聽到一個重點 健康強壯的肌肉筋膜 以及韌帶 它可以抓住軟組織 讓我們不要這麼的鬆弛下垂 這個是我們臉部的肌肉跟筋膜的土 它如神一般的存在 但是很抱歉 它也會隨著年齡 逐漸的變薄變無力 它就像我們身體的肌肉一樣 用盡廢退 你越不使用它 它就弱化的越快 例如呢 眼輪閘機變薄 會導致你的眼眶脂肪脫垂 眼瞼鬆弛 加上你底層的脂肪位縮 或是下降 就會形成所謂的眼帶 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眼下的韌帶過於緊繃 就會產生所謂的淚溝 影片說到這邊 不要太沮喪 我們以下呢 就來分享 如何健康自然的延緩你的老化 第一個飲食 要多攝取不同的原型食物 蔬果裡面含有維生素 以及抗氧化劑 還有一個蛋白質很重要 不管是延遲老化 或是維持你皮膚的彈性 都要記得足夠的攝取 你可以試試看 吃營養健康的食物 一週你會看到你的精神 跟你氣色的變化 第二個喝水 我們人體有70%是由水組成的 所以水一個這麼重要的原料 如果你攝取不足的話 那你身體的工廠就無法正常的運作 那建議的喝水量 會是在你體重的40到50倍 以我52公斤來舉例的話呢 我每天的喝水量 大概要在2000到2600之間 那具體要喝多少呢 可以看你的工作型態 你是不是需要流很多汗的 還是你是坐在辦公室的 再來呢運動 不管是什麼樣的運動呢 它都可以促進我們的血液循環 它就可以保持你皮膚的彈性 代謝老肺的角質 不過呢要注意你的強度以及頻率 如果呢你是每天在家抬腳10分鐘 那可是沒有什麼幫助的 你可以觀察一下 那些長期有在健身的人 他們是不是看起來都超動靈的 運動就對了 再來日常保養 清潔跟保濕非常的重要 一旦你清潔不當不夠的話呢 那些化學物質殘留在你的皮膚表面 會對皮膚造成負擔 加速你的老化 保濕呢則可以讓我們的皮膚飽水 避免因為乾燥產生的一些細紋 仿晒產品也很重要 紫外線是我們的大底 就像影片開頭所說的 臉部的老化呢 絕對不是表皮跟真皮層的老化 這麼樣的簡單 表層呢我們可以做的就是 清潔保濕跟防曬嘛 那骨頭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做的是 多攝取維生素D 鈣質 去讓你的身體有足夠 骨質再生的營養 那中間的軟組織呢 脂肪 筋膜跟肌肉呢 我們可以透過臉部運動 我知道很多人對於臉部運動 保持一個觀望的態度 因為資訊太少了 而且現在呢 醫美如此的盛行 其實你可以看到各種文獻啊 研究報告都是指向這個 利益龐大的 醫美市場 誰要跟你去研究 零成本的臉部運動啊 而且臉部運動 它不像醫美一樣 你走出診所就可以 立即看到效果 我不反對醫美 我認為醫美有它存在的價值 可是在我的觀點裡面 我覺得醫美它只是複製你年輕的外觀 它並沒有從根本去解決你的問題 而且它的時效性短 很花錢 而且你可能需要承擔它的副作用 或是後遺症 之後呢 我會再拍一集來詳細的分享 為什麼你不應該全都仰賴醫美 那如果可以將臉部運動和醫美相輔相成 我覺得是一個最完美的方式 那說了這麼多呢 希望可以讓你理解 我們老化背後結構性的變化 記得延遲老化 我以上講的tips 要把它記起來 並且執行它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 對於臉部運動 老化 抗老身體的運動 健身 各種問題 都歡迎你在影片下方留言 那謝謝你看到現在 我們這一集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掰